親自上場 因為這麼重要的比賽 不能拿來要當作磨練的 年輕投手的這種場所 重點結果是要勝利 曾仁和在第三屆 世界棒球經典賽的第一次的亮相 面對三名打者投出了一個三陣 投出了兩次的失敗就保送 好像突然間忘記了 棒球不是他一個人在打的 棒球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他可以靠著隊友來幫他解決打者 現在準備要換投手 應該要換上的是 場邊上熱身一陣子的王敬明 那同一隊的王敬明 在上個賽季 一二年中職賽季呢 也出賽了有四十五場 七勝兩敗 十五個中繼點 五次救援成功 所以他在統一世代的角色扮演 當然就是以中繼後援為主 而且我想讓人印象最深刻就兩年前的 這個中職的冠軍總冠軍系列戰 他以一個中繼投手的身份上場 就是那一次統一世代能夠拿下總冠軍的最重要的人 對 一個中繼投手能夠投得那麼出色 而且能夠帶給球隊友那麼大的一個價值 這是非常少見的 可見得他在中繼投手的表現有多麼的出色 有多麼的Dominate 那小老弟剛剛下場之後呢 看到中華隊友很多的這個老大哥呢 過去拍拍他說 沒有關係 我們大家都曾經經歷過這種震撼教練 對 這種經驗呢 是你沒有辦法在旁邊呢 能夠模擬得到 對 你一定要經歷 你一定要經歷這種 所以說人家說成長當中一定會有很多的挫折 你不經過挫折的話 你不但沒辦法成長 你成長的會非常緩慢 嗯 所以剛剛那個就是他成長的一個過程 你一定要經歷到這種大場面 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投過來 你下次才會在同樣的狀況下能夠有所改進 我覺得他在上個賽季啊 中時的出賽成績 總共是投了47局 ERA是2.49 對 一局超過一次三陣 而且四外九保送只有11個 三陣跟四外九保送的比率 近乎達到了5比1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中繼的表現 馬上先投出好球出來 對於一個投手來講 又其實是後援投手 上場之後的第一要務就是先拿好球數 對 從球進手套的那個聲音 你就感覺到不止85英里 所以那個在測速箱的速度還是有問題的 對 他的快速球可以到達153 他也是滿有球速的一位中繼型的投手 對 經常是92、93英里是在跑的 你說今天受到天氣影響 比較濕 對 那投91 也就是145公里 我覺得是應該是合理的 不是那種 測速箱秀出來的時候是85 那是140都不到 一好球一壞球 荷蘭隊在七局的攻勢 一出局一二六跑者 當然打擊的是第一棒的Simon Simon今天三個打數沒有安打 對 中華隊當然寄往現在那個滾地球看能不能造成雙殺 不過Simon是因為速度角程非常快 你要雙殺他是不太容易 偏低的壞球 一好球兩壞球 這球打成滾地 接球之後傳到來封殺 再送向一壞Double Play 中華隊的好朋友再次的出現 Simon打出了雙殺打 也結束了荷蘭隊在第七局的攻勢 留下殘壘 荷蘭隊3比8落後 山豬飛鼠 沙可努 原住民文學作品感演 沙可努說他聽得懂飛鼠說話耶 跟著沙可努 跟著沙可努展開一段奇幻冒險旅程 哇 蛇 你抓出來 小心 這是蛇的 山豬飛鼠 山豬飛鼠 沙可努 就在公視HD頻道 我是水管奶奶 來看看這個月的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喜歡你 美麗故事在這裡 唱大家搭在一起 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 開開心心 哇 這麼好看 那一定要準時收看囉 水果冰淇淋 給公視HD 按個讚吧 上次 中間球場現在的這個氣氛呢 真的是非常地high 當國旗出現的時候 當然會讓整個現場看球的球迷情緒呢 更是帶到了最高頂 而且中華隊在全場觀眾的加油助威聲之中呢 是 目前取得了一个领先的优势 尤其在第七局的时候 虽然年轻的投手真人和 上来曾经是保送了两名打者 但是有经验的后援投手王继明 也让对方打出一个滚地球制造双杀 而瓦解了荷兰队在第七局上半的攻势 杨代刚在今天进攻上面 是贡献了三分的打点 也打出了一支两分炮 那另外在打线上面 包括了陈庸基 张建民 林洪玉 都有打点的贡献 所以今天中华队在整体的进攻上面 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所表现 虽然忠心打者队长彭正敏 在今天进攻上面是三个打数没有安打 但是当队长在攻势上面不顺的时候 其他的人都能够挺身而出 这也是中华队在凝聚力上面的一个很好的展现 今天三个打数没有安打 彭正敏 今天有趣的就是他每一次上海打的时候 脸包上都是没有中华队的队友的 现在投手球数落后了哦 投进了好球带 一好球两坏球 投手还是MATISTE 变化球彭正敏是不为所动 三点方向的强吸球 这球传向一垒 刺杀掉了彭正敏 彭正敏今天四个打数没有安打 三次滚地球遭到刺杀 一次飞球 前两次上来都是两人出局脸包上没有刨蕾者 都是滚地球的刺伤 最近两次都是那个半局率先上来的打击者 脸包上也没有刨蕾者 所以对这个 你如果脸包上有刨蕾者 他更具有打击威胁性的打者来说 今天是比较可惜的事情 不过还好 即使他没表现 中华队现在还是8比3 5分领先 这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现在后援投手要下场了 第一任的后援投手马提斯 对他投了43个球啊 现在要被换下去了 当然他上来表现的并没有说很理想 让这个分数越掉越多 所以技术上投了三又三分之一局 只被打了两只安打 但是掉了三分 但三分中间没有任何一分 就是自责分 两个三阵没有任何事外就保送 对 所以 荷兰队的防守 在这场比赛里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漏洞 对最重要就是在第六局 陈文基上来那个游击球滚地球 游击球传得太高了 如果没有那个传球上的失误的话 如果那个初局数如果抓到的话 第六局suppose那三分呢都不会掉 因为基本上杨带刚根本就不会上来打击 所以是这样计算的 所以那个半局三分都是非自责分 虽然掉分都记在马提斯的头上 但是都不记自责 可是 ничего不认为是这么多了 所以这边都是很不安的 所以我会看这边是这边的